台北市立委第四選區 也就是南港跟內湖區 又被外界稱為是女神爭霸戰 國民黨的現任立委李彥秀 尋求連任 而民進黨則派出了 在本區拿下最高票的議員 高嘉瑜前來挑戰 兩位女神的實力都不容小覷 高 台北市的天空才剛被擦亮 已經有個人站在街頭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七點多 對很多人而言 可能才剛剛準備要去上班 但對候選人來說 早晨的街頭已經是戰場 我們就捕捉到了 人稱港湖女神的野生高嘉瑜 早安 高嘉瑜嬌小的身影 跟背上的巨大旗幟 形成強烈對比 好耶 女神現身處處都是粉絲 謝謝 所以是祝我們內湖就對了 對 好 謝謝 群眾搶合照 不難看出高人氣 高嘉瑜粉磚超過20萬人 但如何把空戰聲量 轉化為實質選票 才是最大關鍵 過去大家都認為 年輕人的投票率比較低 但是這一次因為 關係到台灣的國家的未來 我們在地方上 可能沒有組織 也沒有看板這麼多 那所以我們當然就是 必須要更勤走基層 讓大家來看到我們 那才能夠去突破 靠自己勤走基層 心細的觀眾或許已經發現 高嘉瑜微微燒香 血戰激烈 見為蜘蛛 現在最困擾就是走到哪兒 大家都要我唱歌 然後變成就是說 已經喉嚨很不行 但是有時候為了大家的 這個期待是必須要唱歌 就算唱破喉嚨也要甘之如意 高嘉瑜豁出去 讓過去藍大於綠的港湖區 選情 出現校長 雙方差距拉近 也讓李彥秀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採訪這天 正好是李彥秀的生日 蛋糕上寫著 凍蒜就是最大願望 選戰倒數 沒時間好好慶祝 吹完蠟燭 再站上記錄車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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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我們請大家喝福冰 李彥秀感謝你們 二號的李彥秀 夏宇對政壇老將來說 只是小Cas 李彥秀在地經營二十年 問政表現不俗 即便陸軍相對穩健 也得繼續拚 確實我在網路的部分 是不及對手的 那這一塊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也是我在這樣的選戰當中 我急起直追 我個人的優勢如何把它化成最後的 現在的支持度 最後化成選票 都是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說努力的 空軍還得加把勁努力衝刺 跟對手拉開距離 也只能跟最愛的家人說抱歉 雖然笑著說不免鼻頭 還是有點酸酸的 因為從母雞效應來看 李彥秀在韓國瑜 民調低迷的狀況之下 只能靠自己 呼籲郭台銘的 零到六歲國家養政策 向知識攔招手 高嘉瑜則有蔡英文和柯文哲加持 但不是純綠也可能成為阻力 為了搶中間選民的心 各自觸碰藍綠紅線 這次選盤回歸傳統藍綠對決 女神化身戰神 就看誰能搶下勝利桂冠 環宇新聞 郭彥廷 張正豪 台北報導